本届冬奥会 本届冬奥会是在当前全球新冠疫情冷来蔓延下 形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这个背景下举办北京冬奥会和冬长奥会形势严峻的 任务也是繁重的 罗河办号冬奥会又保证中国人民的抗越成果 中国政府举办了本届冬奥会的成果 给世界将来举办重大活动 可以提供十分有益的经验 中国提出办一届检阅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 这几个关键词显示了中国在特殊条件下 扯办冬奥会的务实成熟和定力 这让我们更有信心 相信本届冬奥会一定会办成精彩 非常卓越的盛会